新聞小聲 先來看得來自關議會的消息 三区關議員和主犯 今天第一會 將對第三三大部路段調出希望的案件兵團 比清為臺灣的希望公路 早上來就有11人希望366人受傷 並近一天就有一個人受傷 大部分是看三 敲手 敲車 跟車手有關係 它提出到通案全三大改善方法 有夠友善的工程方法以及計劃 希望政府可以為教師希望改善做一些事情 改善問題 別讓漢師持續發生 民間的民友官員做文件 臺灣出名的公路 叫做死亡公路 死亡公路 這條路就是我們的第三三 為我們的民主黨的報告 三区關議員和主犯 今天在議會 對第三三 中大部路段 調出希望案件兵團 比清為臺灣希望公路 它提出所計現實 三年來11人希望366人受傷 並近一天有一個人受傷 大部分是看三 敲手 敲車 跟速度有關係 它提出交通安全三大改善方法 有教育選團 工程方法以及揭發 這是工程的方法 改善不斷 安全 安全 第三個就是制法 那在這裡 我很希望現場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這些都是無辜的 也不是無辜的生命 但其實監討 當事人 監討趙勢者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何祝煩既體提出 区間切屬的建議 嘉義京豐目前也沒有這項促施 他表示 當年北義公路 也是著手拼拼 經京豐区間切屬實施 確實感染很多 雖然是不是在雲水端 在大谷端 設置這個藍檢 是不是看到沒有無法的改裝 或者說什麼 這些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有效的大谷端 不要再讓那裡繼續有人死亡 有人受傷 這都是年輕的生命 國家保護的生命 所以我真的 好 謝謝議員 注意到這個議題 我想非常具有分析性 尤其統合性這個路段 所發生的一些狀況 那這一位晚禮跟我媽 我們請警察局跟警察署 大家來討論 看怎麼樣的民意的報導 總之就是檢討造勢者當成是很容易 但是其實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改善道路環境跟加強管理 才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好 謝謝 官議員好主帆 希望政府任為專輸 希望改善做一些什麼事 來解決問題 賣量寒暑 持續發生 謝謝節目超民動 改觀採用不得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慢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